社会讯息来看到的是刑事局针三大队会同的南港分局 昨天巡线破获了一处隐身在中立民宅的贩毒集团 一共逮捕了九名嫌犯 其中两个人还是大学生 甚至有三名未成年男女 而犯案手法部分呢 毒贩是利用手机的通讯软体传送暗号讯息给买家 等买家回复之后呢 再派出未成年的少年充当快递 而警方目前已经依毒品的罪名把嫌犯移送法办 刑事局会同南港分局在桃园民宅内 破获一起九人贩毒集团 祖先是二十岁灵性男子 会同友人贩卖Ketamine及毒品咖啡包 为了规逼刑则还利用未成年少年帮忙运毒 那这些未成年学生呢 本身在还没有担任这个运毒车手之前 既沾染了这个吸食这个毒品的恶习 那在入污出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呢加入这个贩毒集团 担任这个运毒车手的这个工作 以月收入四万为号召诱惑大学生加入贩毒行列 并利用租屋处作为据点躲避毒品查器 还将毒品分装成咖啡包 用即时通讯软体发送暗语给买家 取得联系后再派未成年成员充当快递 只要贩售出一包车手就能从中抽成 贩毒成员落网时眼神迷茫 屋内飘散次鼻K烟味 应该是刚刚吸食过毒品 警方还在屋内搜出 K他命313克 腰头弯咖啡包88包 警方询问后依毒品罪嫌移送法办 优电TV张日仙台北报道